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庞泽川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八正格 前面两期讲了财格和正观格 今天讲的是映寿格 映寿格也是演变出来的好几种的情况 主要还是有以下这么几种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 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找这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 往后我们再逐步逐步的去学习 先说第一个映寿化煞 这个应该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当月令为映寿 同时透出七煞 或者地支有七煞 形成沙印相生的格局 那这个就是映寿化煞格 但是映寿化煞格 比较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其中一点就是你要深弱 深弱才需要化煞 要么就是映弱 这两个必须是二者有其一 他们之间的关系 深弱或者映弱 你必须的占其中一个 那很多人会有疑问 这个映寿化煞格 映一般不是他本身的月令吗 那应该是深弱 怎么会弱呢 其实这个相对于其他来讲偏弱 如映比七煞明显偏弱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化煞 或者说呢 是在日主深入的情况下 那也是可以映寿化煞的 因为如果当深忘的同时 映也忘 那这个时候再见煞 那就非常的不好的格局了 也是很差很差的命局了 有句话说 深忘何须映生 映忘何须煞生 所以啊 深和硬都忘 你就别见上 见上就是破格 就是一个灾难的格局 往往一辈子也不会好 而且还是没钱没事业 第二个就是光硬双全 这个和硬术化煞格呢 是有一点相像的 说白了啊 其实就是硬和光的组合 光硬双全啊 这里要注意啊 这个不是光格 它是硬格啊 也叫光硬双全 或者硬瘦喜光 而且光硬双全啊 和硬瘦化煞啊 相似的点 无非就是硬瘦化煞 化的是偏光 而光硬双全是正光和硬的组合 而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看似一个是偏光 一个是正光啊 但是它们的区别就区别于 深弱还是硬弱的问题 在光硬双全里啊 不考虑深旺深弱的啊 深的万弱已经不是重点 不用去考虑啊 深旺和深弱啊都可以用光硬双全 所以说呢 光硬双全啊 和硬瘦化煞的区别啊 就在于深旺和深弱上 无论日主常弱啊 光硬双全啊都成格局 这一点呢 它们俩啊是不同的 所以啊 经常看到这个光分正光和偏光 有人说明明都是正光 那你都要考虑深旺深弱的问题啊 但是在这个格局法当中 这一点是不考虑的啊 因为光星本身就是属于极神 极神生硬 硬在生生 它就没有所谓万衰法 这样的一个平衡法啊去遵循 但是光硬双全啊 这个格局如果混了一个煞 比如说光硬都有啊 但是混了一个七煞 那就担论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得去煞流光 或者把煞给合作 把它制服 总之一定要制服这个七煞 而如果说去光流煞了 就变成了硬受煞煞 那这种情况呢啊 你就必须得考虑是深弱 还是硬弱 这个时候遇到不同命局的时候呢 不同的处理方法啊 大格局啊 也可能都叫这个格局 但细微的地方呢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们看八字啊 一定要从上下结构 左右内外详细的对比啊 一定要用心看 稍微一不留神 往往就定错了格 后面的分析呢 就会出现错误 第三种情况就是食伤土嗅 硬格的食伤土嗅啊 实际上就是硬受洗食格 或者硬受洗伤格 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这个命局身旺 硬也旺 正好又透出了一个食神或者伤光 就可以用食神伤光去泄身 因为身旺硬旺 都这么旺了啊 自然就要泄掉日主的一些能量 当然这里要注意啊 如果命局有光 就不能再配食伤 只有无光的时候啊 见到食伤土嗅才是非常好的啊 但食神伤光呢 最好也要见根 哪怕是微根啊 只要见根就好 因为食伤土嗅啊 也得有利 所以必须要见根 如果是清透虚透的食神啊 那就得看大运配合 把那个食神的汁给补上才行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不要见财星 见财 那么食伤土嗅的格局呢 往往也不好 因为食伤啊 又会去生了财星 最后一个啊 就是印多逢财啊 这个印多逢财啊 这个印多逢财啊 有些人呢 他不太理解 他觉得印寿明明是印格啊 就怕财星 结果呢 这个印再去碰财 那不是财印相占了吗 不是破格了吗 你即便是印多逢财啊 他也是去磕印的 他也是破这个格局去了 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啊 格局法的聚重还是轻格啊 一定要注意 他永远有一个轻财的问题 当印一多就叫财 我们就希望用财去把这个财啊 或者说多余的印清掉 让他变成了清纯的印 这个叫轻格 所以印多逢财 往往是印心透出啊 就是印多出来了 这个时候有财来制一个印 就轻了一下格 所以印多逢财 我们就得看一下这个财 是不是有根 如果财根啊特别旺啊 这往往就叫破格了啊 印多逢财啊 就是特别希望财很轻 然后再轻轻的把上边的印给干掉 不需要把地财的印给去掉啊 特别是月令的印不能去 月令去掉啊 那就往往就是破格 比如说印多逢财啊 有些人就认为用财来去清除这个多余的印 那么大运也肯定洗财啊 其实大运就不洗财了 财一旦见根就把这个印呢都给删了 这就完全破格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领会整个格局法的跟随在哪里啊 就是精髓在哪里 好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期再见